二十四頁 二十四頁 中間 以下呢 這個 中間這一段呢 是外道跟佛陀 觀念上 嚴重強烈的差異 那麼有分十二個角度 簡單講 上面是外道和凡夫的觀念 底下呢 是世尊所講的這個正法 以神的創造 是外道講的 世尊呢 就破除他 萬法沒有神在主宰 是因緣所生的法 本無自信 當時印度宗教哲學 都受神的支配 乃至於佛滅度以後 兩千五百年的 我們的今天 仍然 基督教 天主教 灰教 都是講神 一切都是為神論 把人生的遭遇都歸於神的上方 人世間一切的現象都是神的安排 宇宙 宇宙三河為神的創造 犯天 或者是上帝 是萬能的 我們剛好講過這個 佛教的精神與特色 都是這種觀念的 主宰一切 那麼長長遠的存在 就是永恆的存在 人是渺小的 就是否定 人類的潜能 完全否定 就是你再怎麼樣有能力 你都比不上上帝 無論你怎麼努力 還是必須做上帝的努力 那麼人活在這個世間完全沒有任何的意義 怎麼努力也沒有用啊 也不能自轉因言 也不能轉世成智 轉世成智 也不能轉凡成聖 是不是啊 人活在上帝的威權之下 多悲哀呀 人是渺小的 只有欺負在犯天 或者是上帝的座下 永遠來作為上帝的奴隸 這樣的說法 不只是違背了宇宙人生的真理 這樣的說法 不特違背宇宙人生的真理 剝削人錢 你根本沒有人錢 只有神啊 並且違背了因果的定律 所以佛教 根本否認神造萬物說 人世間一切法生起 人世間一切法生起 都假借這個因言所剩 說此有故彼有 此滅故彼滅 此滅故彼滅 這個此有故彼有啊 就是我的存在 就是我的存在 緣起的存在 我的存在 就是你的存在 它是平等的 它是互相緣起的 衬承托的東西 任何一件事情 都不能單獨的存在 那麼此滅故彼滅 沒有了此 彼也沒有 因為互相來作為因言 在這個相依相助的關係 而成立 那麼諸位這個很重要 既然此有故彼有 此滅故彼滅 那麼我們要很正確的觀念 就是要截善言 不可以截善言 簡單講 傷害了眾生 就等於傷害自己 彼此互相作為因言 要是捨棄了彼此相依的關係 則一切法根本不存在 所謂因言 就是關係的意名 我們彼此都互相有這個因言 要互相敬重 互相扶持 互相安慰 互相鼓勵 就如亭前一株花 先有這個花種為因 這個是用無情的比喻 那麼用有情的比喻 就是你今天種的呢 是佛的種子 慢慢澆水 就是用功 等待有一天 你會成佛 有這個花種 沒有其他的助言 沒有其他的助言 也沒有用啊 所次有水 土 日光 有陽光 人工 肥料的助言 才有一株花 才有一株花 的產生 不是那個土刀 有時候看經典太快 不小心 才有花生 才有一株花 產生 一株花是這樣子 其萬法 都是這樣子的 事故一切法 皆依因言所生 所以世尊在 《金剛經》裡面講 佛說一切法皆是佛法 為什麼一切法皆是佛法 一切法都是因言法 掌握了這個因言 你就知道 要自己轉因言 你今天修行也是這樣 比如說諸位有佛性 這是種子 你要不要讓你自己成佛 那就看你個人了 這個種子你要給水啊 要千進善之事啊 要日光啊 你要精進啊 要人工啊 你要種種的善因言啊 要有種種的肥料啊 肥料就是你的環境啊 因此啊 所有的成就不能離開因言 既然所有的成就不能離開因言 我們是不是就要珍惜因緣 珍惜人與人之間的因緣 珍惜環保的因緣 對不對 珍惜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因緣 是不是應該這樣子 花是如此 人也是一樣 是自己創造自己 自己創造自己 今日的我 就是過去我所創造的 過去的因 今日的果 今天的我 又創造將來的我 這個我 我像這個七可 雖有死亡 但我所做的 創造的這個業 是沒有生避的 生避就是不能逃避的 所謂業就是行為論 就簡單講 什麼是佛法 很簡單 就是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佛在經典一直強調 要政治 要正念 要政治 要正見 為什麼 我們這個思想 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觀念如果錯誤 自己的行為造了無量無邊的惡業 還認為自己是對的 這個就是很可怕的 像我們這種觀念 萬法皆空 你就是今天一路人勒索綁票 所擁有的 你命中 還是要通通放掉啊 所以你絕對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一定要很清楚的認識這個世界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不曾經擁有過任何東西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觀念 我們來到這個世界 也從來沒有失去過任何東西 延期就隨言用 延滅就隨言解脫 我們當我們觀念很正確的時候 不該我們所擁有的東西 馬上放下 思想 會影響到我們的行為 我們有了正知正見 正確的人生觀 我們就不會去走錯路 我們會很冷靜 我們會克制自己的欲望 我們會慢慢慢慢的 放下這些貪神痴 所以 各位看啊 現在自己的行為 為感受未來人生的主因 為感受未來人生的主因 這 就是自己創造自己的原理 自業 自得 自己所做的行為 這個業 要自己擁有 所以這樣講得通啊 我們今天長的美醜 負貧 貧 貧 都是自己的行為 所造成的 那就沒有什麼好怨恨的 就沒有什麼好牢騷 也沒有什麼好抱怨的 對呀 今天你的身體 為什麽病到這種程度 前身嘛 前世嘛 照夜的 所有的病苦都可以接受 而不接受也不行 我們有了正確的觀念 就可以忍人所不能忍 萬法都有因果 所以業 就只有看底下 業 有善惡的分別 所以這個果呢 有苦樂的不同 善因 就一定得善果 惡因 就一定得惡果 完全取決於人生自己的行為 就是業 作為這個業呀 誠實論下的定義下的最好 是業則非色非心 它既不是設法 因為設法沒有輪迴 我們的輪迴是我們的起心動念 你這個設身死了 那裡的設法沒有了 帶著什麼 業 又非心 那又不是我們膚淺對外境所 執著分別的這些膚淺意識 那個業就是一種深層的意識 維繫的意識 是難以抗拒的意識 比如說你晚上睡覺 你在做夢的人 大家都有做夢 貪心重的人 常常夢到自己捡到錢 對不對 春人心很重的人 在夢境裡面都跟人家吵架 吵到醒起來 是不是 像我膀胱無力 晚上都做夢 夢到什麼 夢到一直要找廁所 都一直要找廁所 很急很急 這廁所在哪邊 醒過來 原來在床上 就這樣子 那個業那個種子 就是這樣子 這個業 完全難以掌控 所以我們 既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那麼我們為什麼 不多做一點善業 那平常要做善業 很困難 有人家靈命中 有一年 要去給人家祝念 今天又做了一件善事 其實幫人家祝念 得到的最多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又可以幫助王子 其實去那邊當作修行 因此有一年 替人家祝念 是一樁好色 值得讚揚 值得讚嘆 善因善果 惡因呢 就得惡果 完全 取決於 人生自己行為 叫做業 英文叫Karma Force 這個業呢 如果再加一個力 就更強大 你完全控制不住 叫做業力 這一股力量在推動你啊 你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絕不是取決於神的賞罰 是故佛 否認神格的創造 切信智力更深 簡單講 你就是要努力 不是靠神 完全要靠自己 發揚 人生的價值 不但合乎 不但合乎因果 定律的原理 並且合乎 人權時代 科學的理想 達到 人能勝天的目的 當然這是個理想 換句話說 人生 信神的就是 心外有一個神 祂是萬能的 那我呢 是渺小的 我什麼都沒有用 我是一個很平庸 完全沒有那個動力 來開發自己內心 無量波勒智慧的潛能 完全沒有 也不想開發 如果信神的就是 我開發也沒有用啊 反正就是神在主導 祂就是最偉大的 我怎麼樣就是很卑微啊 完全否定人類 潜在的波勒智慧 清靜自信的力量 那人生活著也沒什麼目的意義 完全沒有啊 做善事也是神安排的 做惡也是神安排的 沒什麼意思 挽回人權 世主就是 人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所以 第一 要否認神權的創造 所以這個外道講 神的創造 世尊用正法破除他 沒有神 萬法都是因言所生 第二 要努力階級 這個 世尊當時在世 四種階級 一直到今天 仍然沒有辦法破除 上面是 印度當時有四種階級 努力的階級 佛 就破除他 人類生而平等 任何一個人 任何一個人 都有清靜的自信 都有福性 萬法一律平等 底下說 人類的社會 根本是平等的 自由的 不平等的現象 因爲 由於人的知識的淺身 而影響到職業的高低 絕不是導源於人 人種的優劣 諸位 諸位 為什麼眾生會覺得不平等 不自由 因為卡在業力 卡在無知 卡在無明的錯誤的觀念 為什麼會有不平等呢 我們因為看到外相 因為看到假相 如果你誤入必進空的這個道理 你就知道 平等是什麽 諸位 好好的觀想一下 我們這個念頭 往後一百年推移 我常常叫人家如是觀想 我們現在 通通變成一堆白骨 白骨 白骨 似乎也變成一堆白骨 坐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就是白骨 我看下去 通通是 完全是白色的骨頭 再做諸位 什麽人名字都叫不出來 什麽長頭髮的 短頭髮的 什麽圓的 扁的 師父這樣 從這裏看下去 觀想一下 通通一堆是白骨的話 哪一法不平等 無有能說法的師父嗎 沒有 哪裡有聽法的眾生呢 沒有 現在我們每一句 說法 每一句聽法 都是剎那 剎那變化 剎那變化 你根本就求其實體 不可得 你找不到的 緣起幻象 是不實在的東西 所以世尊說 以其你在追求快樂 不如說你在追求痛苦 你在追求快樂 其實你在追求痛苦 因為你根本不了解人生 宇宙的目的是什麽 那麽世界有很多無奈 大家就說 那我們都放下 都向你揮力法師去出家 那我們吃什麽 我可沒有這樣講 每一個人的因言 每一個人的業力不一樣 是不是 你的責任你要跟人家完成 師父教導大家的 就是我們一定要牢牢記住 感謝上昌我所擁有的 也感謝上昌我所沒有的 你這樣日子你才能過得了 你今天你碰到一個很惡劣的先生 常常罵你打你 你要做如是觀想 感謝上昌 這樣讓我堅定極樂世界的重要